7月17号 广州增城警方通报称 于7月15号分别在东莞和和园两地 成功找回张某平案中被拐的两名孩子 7月17号 增城警方安排家属认亲 两名被拐孩子已与亲生父母相认 2016年3月 涉嫌拐卖儿童的张某平等5名犯罪嫌疑人 被增城警方抓获归案 据这个团伙主犯张某平供述 其曾在2003年至2005年间先后在增城惠州等地拐卖儿童9名 其中今年3月4号 增城警方在每一周巡回15年前 在增城被拐的孩子身冲 目前 这一案件已有5名被拐孩子被增城警方成功找回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